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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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月博在你面前的富裕 主 我们真的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你透过月博记来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这个苦难的背后 有你荣耀的心意 也让我们学习如何来面对我们的苦难 超越我们的苦难 超越我们的苦难 胜过一切的苦难 如同那个仆人乐博 到最后 得着你双倍的祝福 做我们要帮助我们 听我们同学的祷告 耶稣基督的美 我从香港1984年 去到费城 去读神学 我永远不会忘记 第一个圣诞节 参加一个长老家里的圣诞聚会 他看我们从外地 第一次来到美国 就邀请了我们神学生两个家庭 去了他家里面 我们在那边吃圣诞的大餐 唱圣诞歌 真的是非常的荣耀 第一次感受到在美国过圣诞节 一个长老叫李达志 是因为非常爱 在中国教会里面侍奉的长老 后来我认识他 听到他很多的见证 知道他真的为了 在教会的中心 甚至有更好的公司 更高的职位 邀请他离开费城 给他promotion 很好的bonus 很好的位置 但是他清楚神要他留在教会 忠心的做长老 代指侍奉 他拒绝了高薪的邀请 一直在费城的一个中国教会 忠心的侍奉神 就我读完费城的神学 就去了纽约募会 后来又来家族募会 很奇妙的神带领我 差不多十年后 又回到费城 读博士版 结果 知道这位长老 患上了 癌症 痛苦多年的 面对这个癌症的征战 到最后 到最后 被主戒绝 我参加了他的罪事礼拜 他的师母 到最后 给我们一个个的握索 感谢我们参与 抓到我的手 讲了一句话 我永远不会忘记 He suffered so much 他受了那么多的苦 我心里想可能这位师母 也不太能个理解 她的丈夫那么的矮足 那么的忠心 十多年在教育里面侍奉 为什么他会癌症末期而过去 而且在末期那个癌症的发动 他说痛苦的不得了 可能他心里面 不太能够接受 他说 He's son so much 同样我在读神学的时候 也碰上一位姐妹 她跟我讲她失败的见证 她说她没有办法理解 没有办法明白 为什么 她最爱的丈夫 她们一家从台湾来 先生是个工程博士 结果她的弟兄就在一个车祸里面 就撞死了 不但她的丈夫过去了 她说在同一个月 她最爱的母亲 也在台湾病死 她说在那个时间 她真的没有办法 接受理解 神的爱在哪里 比如说她一个人 带着两个小小的孩子 她怎么能够生活 怎么去面对 她说她得倒 她没有办法伤心 神是慈爱的神 她说她一段时间就远离神 但她没有想到 当她那么的软弱远离神 但神的手没有离起她 后来她做见证 她真的经历到神 很多的帮助 让她找到很好的工作 让她的儿女 非常的爱神 非常的听话 要成长 当初她没有办法理解 但是在最后她做见证说 虽然我跌倒 虽然我没有办法理解 虽然我不能明白 神为什么在一个月里面 让我的丈夫过去了 我的母亲过去了 虽然她没有办法理解 但是她说 她最后 她经历到神的恩典 够她用的 她做了一个失败的见证 回到神的母亲 同样 读到一个见证 一位非常爱主的姐妹 原来每个礼拜都去教会 非常的热心 也有许多的侍奉 结果一段时间她不来教会了 牧师就去探访她 问她 姐妹 为什么你都不来教会了 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老姐妹说 我没有办法明白 我也没有办法接受 我一直为我的儿子祷告 我的儿子在伊拉克的战场 战死了 为什么神不垂直我的祷告 保守我的儿子 我唯一所爱的儿子 却在战场战死了 神在哪里 神的爱在哪里 她没有办法理解 她跌倒了 她不去教会 她觉得神不听她的祷告 的确 很多人面对苦难 没有像岳伯一样 生过这个苦难 反而被苦难压垮了 她没有办法接受 没有办法理解神啊 你的爱在哪里 神啊你的全能在哪里 为什么要我们遇到那么大的苦难 所以当我们读岳伯记的时候 我想不是单单了解岳伯他的苦难 更是要我们真的是透过岳伯记来装备自己 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 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在世界都会有什么 会有各种的苦难 有时候是仇敌的攻击 各种的原因 甚至有些原因 我们真的是不明白 我想在我们学校当中 也有同学知道我的老伯 她进大学第一年 发贝 考听了UC2晚 1月7 大家audition的时候 老实说 You have good voice 马上送他进优式二买 都音乐系 大家没有想到 读到不到一个学期她发病 后来诊治是摆破了 十多年 很多时候我给师母一些祷告 我们真的不明白 今天一个年轻人 今天那个病 跟了他快十五年 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能侍奉吗 我的孩子那么的软弱 但是我真的发现神的安典够能用 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 在软弱人身上 显得完全 所以当我在预备 岳伯记的时候 我觉得神通岳伯记 再一次的鼓励我 再一次安慰我 所以要我们带着一个 预备的心 真的我们不知道 我们未来如何 是天色常来 还是会遇到风暴 或者遇到疾病 或者遇到失业 或者遇到病痛 我们真的不知道 甚至很多时候 我们不明白 不了解 如同岳伯 他一直要寻求 问神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其实在苦难当中 最大的一个痛苦 就是不明白 在问为什么 所以要我们先从岳伯记 岳伯这个字 来了解 原来岳伯这个字 原本是什么意思 你看到那个希伯来文 跟我们中文 岳伯有点 配合这个意思 原来岳伯这个字 在原文 你看到 在这个 这个字的名字 在原文就是 被攻击 为仇 object of enmity 这个字 这个字 在约伯记 十三章二十四节 用过 这个经文就是 我们用来读 你为何 也念 拿我当仇敌呢 看到这个 当仇敌吗 这个当仇敌的原文 就是 岳伯这个字 只跟着一样的 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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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去记 就是刚刚是亚伯拉罕死的那一年 在摩西诞生一千 主前一千五百二十六年 前段时间 意思就是说 岳伯基本上是活在 以色列人的先祖 那个时段 亚伯拉罕 以撒亚 这个时段 不是在摩西 颁布律法之后 因为 按照我们刚才所读的 他为他的儿女做什么 献祭 家长献祭这个事呢 是在先祖时期 才可能的 因为到了摩西律法时代 是祭司才会献祭的 所以是 非常早期的 一个人物 岳伯 那么这个岳伯记 成为圣经被写下来 大概是什么时候写作的呢 一个论点是 在祖前九百三十一年 在所罗门做王 直到五百八十六年 王国 这段时间写的 是借着这个 以密户 他的笔记口传下来 写了这个 岳伯记 因为你想想 约伯记是很前 祖前 一千五百多年之前的 但是另外一个说法 按照犹太人的Termud 他们犹太人的经典里面 记载呢 他们认为 犹太人认为 约伯记是摩西写的 是联中摩西五经一起写的 联主说法 那么 这个地方 巫师地 究竟在哪里 按照创世纪第十章 二十三节 三十节所描写的 我们来读一下 一同来 山的儿子是 以南 亚俗 看到吗 亚伐沙 路德 亚南 亚南的儿子 是巫师 他们所住的地方 是从 米撒 直到西 发东边的山 所以肯定就是 这个巫师地 是山的儿子 亚南 后人住的 以东地 那么 这个 巫师地大概在哪里呢 你看一下地图 看到吗 在沙烏地 今天的沙烏地 亚拉伯 最 北 西北边 一个区块 巫师地 属于以东地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就有个大概的了解 究竟巫师地在哪里 不是在 以色列 神给他们 四位支派 叫之地 以东地 那 从 越伯 我们去了解 他的家谱的可能性 不同的书 有不同的论说 基本上呢 三种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呢 他是 是以赏的曾孙 为什么呢 因为在创世纪 三十六章 三十三节 讲了一段话 我们一头来读 以色列人 一头来 以色列人 所以 岳伯是当地的一个非常尊贵 后来被尊为一个地方的一个长官 一个王 一个管理者 这是其中一个说法 第二种说法呢 认为他的祖父是雅各 父亲是抵上架 那么 就是按照《创世纪》四十六章 来推论 那解释 特别是马尤找牧师 他赞同的一个说法 但是我的想法呢 觉得 不太可能是 这个 雅各的曾孙 因为雅各带着他的孩子 十六个孩子 去到哪里啊 下到埃及 那么怎么会把人移动地呢 他的孙子 所以比较难解释这个问题 那么第三 就是说 他 不是以色列人 但是肯定 应该是散族的后代 所以等于他是跟 亚伯拉罕是等于说对等的 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那么 从这个背景 我们特别 读了刚才的 《岳伯纪》第一章 从这个《岳伯纪》的前沿第一章 跟第二章呢 你看到 岳伯受苦的一些背景跟原因 我说只是一些背景 岳伯受苦的原因 我们会好好的 从岳伯纪里面去寻找 但是其中两个重要的原因呢 在第一章跟第二章呢 有说明 那 在第一章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什么的光景 看到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发生在天上的一件事情 在天上的一个树林的征战 就是撒旦在众 使人面前 在神的面前 控告岳伯 那我们要了解这个背景呢 我们先解释一下 刚才所读的《岳伯纪》第一章 第一件事情 你发现 在第一章描写《岳伯》是什么 那人什么 完全政治 注意哦 这个完全政治 不是指到岳伯完全没有罪哦 这个完全政治是针对他远离恶事 在习位上 可以说 外表上看不出有恶事 有犯罪 不是指到岳伯是完全人 因为当我们读到最后 岳伯经过这一切苦难之后 他怎么在神面前 认罪了 他说我在颅悔中懊悔 厌恶自己 看到吗 所以 表示说他不完全 甚至 甚至 当我们阅读《岳伯纪》的时候 我们越来越发现 他最大的问题 是什么 为什么他一直要去找神来理论 为什么 假如他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卑微的罪人 他的善行真的是不配 因为他不会找神去理论 他一直在《岳伯纪》里面描述 他要找什么 找神去理论 表示什么 表示什么 你想想看家里是岳伯 你敢不敢找神去理论 除非你自以为意 懂吗 我有道理 神有没有搞错 我那么的爱你 那么的敬虔 那么的行为 达到标准 你为什么 这样的惩罚我 你看到吗 岳伯其实到最后 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是 自以为意 自以 所以我们慢慢会读《岳伯纪》 其实还有更多重要的原因 但是单单在第一章跟第二章 我们看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天上有个树林的征战 有仇敌的供给跟控告 第二 现在描写到神的众子 有人问 这个神的众子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有没有想过 什么叫神的众子 Sons of God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 以色列人用这个sons 有个特别的含义的 比如说在新约描写 约翰叫做什么 雷子 还记得吗 son of fern 还记得描写犹大 迈述这个犹大 描写他是什么 地狱之子 你发现了吗 无论是约翰约 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 很喜欢用这个sons的字 这个字 香港来的 或者广东来 也喜欢用这个字 骂人 鬼仔 毒仔 听得懂吗 鬼仔 骂黑人 骂黑人叫鬼仔 懂吗 或者骂一个不好的人叫 衰仔 衰就是坏 加个子 就是坏子 衰仔 衰仔 表示什么呢 跟犹太一样 表示是有完全前面所描写的俗性 地狱之子 表示他有百分之百地狱的俗性 俗地狱 说那雷子 表示约翰没有被神改变之前 他是百分之百的像暴躁打雷这种的恶性 同样的 耶稣强调他是人子 Son of God 表示什么 表示他是百分之百的有神的俗性 同样的他描写人子来 不是要接受人服侍 为什么要加个子 我说我是人子好了 为什么要加个人子 表示他是百分之百的人性 明白了吗 所以同样的在阶级讲到Sons of God 这个God这个字原本是Alohim 表示 这群是有神俗性的被造者 Son of God 其实指到天使 而且这个God这个字原本是用Alohim 不是用Adonai 不是用耶耀华 不是用耶耀华 Elohim这个字呢 在原文是可以表达尊贵有权柄 甚至用这个字来表达掌权的人 Ruler 或者是用这个 尊贵有权柄的 所以是在描写结群天使 他们被神创造 如同神一样的有尊贵有权柄 天使 是一群天使在天上 这个Sons of God 这个众子是指到天使 第二点 那第三个问题 撒旦 什么会在他们当中出现 而且 控告这个月光 究竟是一种怎么的背景 撒旦怎么会在天上 我们就要了解 在犹太人的论硕当中呢 有一个叫三重天的观念 你还记得吗 保罗讲过他有三重天的经历 对不对 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 这个地球 第一重天就是这个atmosphere 看得到的空气 大气上 然后有第二重天 有三重天 第三重的就是 有神的这个宝座 这个彰显的一个地方 结理撒旦所显现的地方 是这个第二重天 这个就是 以夫所说第六章描写到 有一个空中熟灵器的恶魔 你记得吗 以夫所说第六章 所以撒旦仇地 现在在空中运行 是在第二重天 甚至当我们读到 启示录十二章 我没有把它打出来 启示录 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十二章 第八节到第十节 来看一下 启示录 十二章 你说了解 在这个天界 原来有撒旦的位置的 直到 在大灾难当中 撒旦才从天界 被打下来 我们看十二章的 第七节 跟第八节 好一同来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 米加勒同他的使者 与龙征战 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 并没有得胜天上 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 然后你看看 这个后面第十节 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的神的救恩能力 国度并祂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他在我们神面前 受验控告 我们弟兄的 一定被人摔下来 直到启示录 这个七年大灾难的当中 天上的征战 李加勒 把他胜了 撒旦在天上再没有地方 再没有 如同在约伯记 他能够在这个定月成天 去控告神的旨意 所以 这个天上的控告是真实的 而且描写撒旦 从地上走来走去 就是彼得前说第五章 所描写的 撒旦如同什么 侯叫的士子 遍地游行 寻找什么 可吞噬的人 所以 这个灵界的仇敌跟征战 是真实的 那么 有人就会想到一个基本的问题 为什么神准取撒旦 能够在天界有空告 在地上有活动 为什么不早早把撒旦捆绑 丢在无底坑 流亡火湖 不是好了吗 为什么神还准他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空间 为什么 的确 我们不能完全的理解 但是 只能够用一个比喻 你想想看 今天假如 你是 你是 一个大师傅 是个武林高手 太极高手 你要训练一个徒弟 你希望这个徒弟 真的能够有真功夫 真的能够 胜过仇敌 你会怎么安排你的徒弟 可以 可以有不同的对手 你懂吗 假如 他又真的是 有真功夫 但是却没有对手 来攻击他的话 来过招 训练 胜过仇敌的话 他的功夫 永远是什么 训练 很多人很 到现在很 是很 很崇拜李小龙 真的是 他为我们亚洲人 中国人出了一口气 过去那个 东亚病夫 对中国的功夫 根本朝不起的 那种想法 因着李小龙 就改变了 打进了Hollywood 事实上根本就不是那么事 李小龙 其实他是因为 从小在香港就打架 到美国也是开武馆 跟各种老美打来打去 打出来的 假如没有对手的话 武功是练不出来的 那我今天个字是比喻 可能是有更深的原因 准举仇敌 来 训练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 但是 武装起来 在灵里越来越刚强 正在穿起船服的军装 面对空中树林 其他恶魔征战 可以站立得住 站立得稳 所以 其实 肯定 神 留下撒旦 有一个training purpose Amen 是要训练我们的 假如我们今天一切都是 美好了 没有撒旦 轻风作浪 没有撒旦的引诱 没有撒旦的攻击 然后我们就好像 都不需要去祷告了 不需要去倚靠神了 不需要去熟灵装备了 更不需要熟灵的军装了 你懂了吧 所以我们可以 一点点理解一下 为什么 撒旦 被神 允许 含在这个 地上跟天界 有他的一些活动 那么你就发现 撒旦 在攻击约伯一件什么事情啊 看到他怎么说吗 撒旦 我们一段来读第九节 撒旦 撒旦 回答 一种来说 第九节一种来 撒旦回答也好 他的家产也在你地上增多 你只身所回他一切所有 他被当面欺负 所以撒旦这个攻击 是要表明什么 表明说 岳伯所以敬畏你 是为了好处 是为了好处 为了因为你给他那么多的祝福 所以他敬畏你 你是干把一切的好处拿走 他绝对不行 甚至他会离弃你 是为了好处 透过这个控告 神也准许撒旦的攻击 神要透过这个事件 要表明一件 我们在信仰上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信靠神 我们信神 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 是为了得好处的关系 是一个利益的关系 还是是一个真理信仰爱的关系 就是 如同保罗所说 无论是生是死 我总是主的人 你能够讲这个话吗 岳伯他最后他真的能够讲 赏识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是应当成熟的 无论是生是死 你能算搞我啊 总是主的人吗 你是否能够上约 待于你的三个朋友 面对生命的危险 要丢到佛谣里面 你不拜这个偶像 要被丢在佛谣里面 他们被丢进去之前 他们讲了一句什么话 记得吗 四个字 是基或不难 就算神不拯救我们 让我们死了 我们也不会拜偶像 还是敬为神 其实神准取 撒旦的攻击 他是要让我们 全世界的基督徒 都能够认识到 什么是真实的信仰 要让我们去反省 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个什么的关系 我今天信耶稣 是否是因为成功神学 哇神这个祝福我 要我各方面的蒙福 各方面的得好处 儿孙也蒙福 四月也蒙福 因为绝世福气 所以我要信耶稣 你发现今天很多的教会 讲的就是这个成功神学 就是撒旦说 攻击月伯的那个的重点 你把那么多的祝福给了月伯 月伯大人说爱你了 月伯大人说敬为你了 你试试看 把绝世的祝福拿走 他们弃着你 很可惜的今天很多的教会 就是撞了撒旦仇敌的轨迹 我们很多的传道人说 讲的就是成功神学 要得好处 跟物质 你发现讲这些成功神学 有最大的危险就是 当解释的物质没有的时候 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还会信靠神吗 怎么会不会就像撒旦所供给月伯呢 你拿走他这些祝福 他都当面弃绝你了 所以我们的信仰 不能建立在物质的基础 神要通过月伯经 要我们看到什么是真理的信仰 什么是宗教是两个不同的 我们今天绝对不要有一个宗教的观念 好的一般人 他们去求神拜佛 为了什么 天丁发财 心本发财 我们在香港 也有很多人去拜拜的 在台湾更是更多 都是为了什么 得地上的好处 假如拜这个庙不灵 我就换一个庙 别人说这个庙很灵 我求这个号码 我就中了这个六合彩了 甚至在沙盘求号码 写号码 一般的宗教就是为了这个 得好处 甚至得永生 就是伊斯兰教 回教他们去装飞机 撞这个五角大厦 撞这个纽约的 Empire Building 他们寻到可以上天堂的好处 是我们许多基督徒的信仰 是在一个物质的好处 就像一般的宗教一样 求神拜佛 烧灾解惑 升官发财 得好处 所以神要透过岳伯记 要我们分别出来 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一个 宗教 religion 求神拜佛 烧灾解惑 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真理的信仰 因为神是真理 真实的我们的阿爸父 我们的创造一种 我们的救赎主 所以我敬拜他 无论是生是死 我总是主人 就算我经过苦难 我能够像单语里的三个朋友说 激或不然 既我神不救我 我还是要救我神 犹太人 一个哲学家 叫Martin Buber 看到吗?中间我写了 看到Martin Buber这个名字吗? 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犹太的哲学家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爱道 我与你 你叫基督犹太的哲学家 讲到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神的关系 他说 很多时候 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呢 是个I in relation 我与他 我所以嫁给你是因为你很有权 因为你有个博士学位 因为你 还能体贴 还能照顾我 而且还能做大厨 哇!煮的东西好吃的不得了 这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 所以我嫁给你 瓦太人说 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我与物质的关系 I ate 万一你没有了这些外面的东西 我就被你离婚了 然后他说 很多时候 我们跟耶和华的关系 也是 I ate 因为神给我了很多的祝福 很多的物质 很多的好处 所以我信他 我跟随他 一旦这些I ate没有了 物质没有了 就好像撒旦 对月宝的控告 你试试看把这些I 把这些外面的好处都拿走 他当面弃绝你 所以马丁布尔布尔 这个犹太人的直学家 他也是信这个犹太教 他要犹太人 要人去反省 究竟今天 人与人的关系 是不是停留在I ate的关系 还是我们要见到I don't 这个道 就是我跟你 不是因为你外面的I ate 因为你有权位 因为你有100万 因为你很英俊 不是外面的东西 而有这个关系 是超越所有的物质 外面的东西 是个我跟你 跟你直接生命的关系 I don't 所以他在书里面讲的一个故事 很有意思 这个八丁布尔布尔呢 很喜欢骑马 所以他有个马长 养了一匹马 哇他每天爱这个马 哇这个马真的是走得快 走得稳 而且很会听话 叫他停他就停了 叫他走他就走了 通人性的这个马 结果他这个马 年纪大了 有一天 走不动了 但是他发现呢 他对这个马的关系 一点都不会因为他走不动而改变 他还是那么的爱这匹马 还是把他当做老朋友的 天人 他讲话 走路 没有因为这个马失去他的能力 就好像都跟他对着关系 他跟这匹马 是个什么关系啊 I don't relation 在基础上面 在基础上面 有时候啊 师母会试探我 常常会问我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做弟兄的 有没有碰过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爱我 你怎么回答 假如你的妻子问你这个问题 你怎么回答小怪你没有问过 所以弟兄这个问题啊 你为什么爱我 没有 哦没有啊 师母会过我好多次了 你知道我怎么回答吗 我不能回答 我不能说 因为你很可爱 因为你很美丽 因为你怎么怎么 不能讲 懂吗 我每次就是跟他回答 因为我爱你 你为什么爱我 因为我爱你 你只能讲说因为我爱你 你不能讲别的东西 因为你讲别的东西 你就麻烦了 记住了James 你不能讲别的东西啊 因为别的东西 万一没有 你就不爱我了嘛 你就掉到圈套里面了 不能讲原因了 I just love you That's simple I don't relation It's not I ate 不是因为你还会做饭 不是因为你会洗衣服 因为你怎么样 你会弹钢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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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se are not the reasons 我就是爱你被你吸引主 够 不要再多讲 I don't relation 所以神让我们认识岳伯 读岳伯记 神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心意 让我们好像经历大卫所经历的 记得四篇二十三篇 大卫怎么说吗 他使我躺过在青草地上 他使我灵魂苏醒 都是他 看到吗 然后 然后 当他经过死因的诱惑 你的炸 你的肝 都安慰我 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pronome 从第三人称 他变成什么 道 变成你 他跟神变成这个 第一人称跟第二人称 直接的关系了 是一个I don't relation 虽然经过死因幽谷 经过苦难 他真的感觉到他跟神的关系 神对他是不离不弃的 不是只是青草地 溪水边 其实是好处 他跟神 进了一个更深的 真实的关系 I don't 他称神为你 看到了吗 不是他了 所以 神要多个月博戒 第一 要让我们看到 邻居的真实 撒旦 如此真实 早上我不是给大家一本书吗 叫做什么名字啊 天堂 天堂如此真实 其实 我们更要看到撒旦是如此真实 你千万不要以为 现在耶稣一切平安很妥 真的要知道 你要警醒祷告 你要好好地倚靠神 你要好好地装备 因为仇敌 撒旦如同嚎叫的狮子 遍地有寻 寻找可吞辞的人 连大卫 那么爱死的人 他有没有被咬一口啊 他也被杀人咬一口 看到了吗 他一下不小心 正在回来 睡到 过了快黄昏 眼睛东看西看 不该看的 他拼命去看 所以弟兄我们小心啊 现在网络很多东西 绝对要say no 很多事情的东西 绝对不能碰 不能看 大卫就没有这个警觉 他以为他很得胜 他很得意 看到贝斯巴洗澡 这个仇敌 的迷惑 就抓到他了 掩护着情欲 今生的骄傲 抓到他了 夺人之欺 杀人之夫 多可怕 一个小小的不警醒 做成大祸 不但他的家破人亡 神的审判你都怕 他的国家从此也分成两半 不是神的灵敏 根本不会留下有大国 所以仇敌是很真实的 所以很多时候 这些老传道 我们在华盛读书的时候 林院长常常都提醒 你们站在做传道啊 最小心一件事情啊 不要挽折不保 因为你以为你是大牧师了 还有恩赐了 大家都捧着你了 大家都夸赞你了 哇你很有恩赐啊 很会讲道啊 很会不婚啊 教会几千人啊 当你在那边 知父知告的时候 仇敌就得掌你了 所以在美国 很多大牧师会跌倒 从过去 从过去 我在美国看到很多的大牧师 很有恩赐的 不小心就被打了 在我们中国教会也有 我认识的也有 我认识的也有 所以真的求神 透过岳伯记 我们一定要看到一个很真实的灵界正在 看到了吗 天上仇敌在控告我们的 所以才有启示录 十二章提醒我们 弟兄胜过他世界的羔羊的血 你记得这个学前退休文吗 仇敌是控告我们的 常常找我们生命中的破口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第一件事情 撒旦是很真实的 撒旦是很真实的 灵界是很真实的 以赴所说的六章所描写的 那个空中属灵器的恶魔是很真实的 第二 要看到 神要透过岳伯记 让我们认识到 我们 跟神的关系 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绝对不是物质的基础 对神应许会把各样的物质祝福 如同他在《生命经》二十八章 应许以色列 以遵守神的诫命 神就把各样的物质赐给我们 但是我们不是为了神的祝福而信靠他 我们信靠他 是为了 他确实到了最上 我们信靠他 因为他缺失我们的天父 他是我们的above 除了他我们还要认谁呢 懂了吗 是个真理的缘故 是个 爱的缘故 他是爱我 为我设计 我不爱他 不跟随他 还爱谁呢 懂了吗 不是因为世界物质的好处 假如是因为世界物质的好处的话 初代教会的十二使徒 都不会有一个卫族寻到的 你发现所有的卫族寻到 没有得到世界任何的好处 就是 保罗 被砍头 彼得 刀钉石架 老约翰听说 在以赴手 是先被人丢在油锅里面炸他 没炸死 神把他救出来 后来韩世为主寻到的 没有一个得着牧者的好处 都是为了神的国而受苦 你发现今天中国大陆 许多爱主的牧师 同样为神的国受苦 我们过去一直为王爷牧师祷告 感谢神 他的信仰非常纯真 改革中的信仰 上一神的掌权 神的主权 敢做神的先知 责备罪 今天在中国教会里面 很多的传承不敢责备罪的 不敢站出来为公义发生的 但是感谢神 有些牧师 像王爷他们 真的勇敢的责备罪 你抓都抓 那天我在网上看到他们那篇讲道 讲道服务 无论是大罪人 叫做悔改 我就知道他一定会被抓 但是我相信他自己早就知道 他这个道讲出来之后 他一定会被抓 他知道 他不是不知道 有人要勇敢的做先知 把神的公义讲出来 所以的确 所以在全世界 在回教的国家 在共产的国家 很多的基地图传道人 是受苦的 为神的国受苦的 但是感谢神 我们跟神的关系 不是单单建立在物质的关系 假如有需要的时候 为神的国受苦 我们跟神的信仰也不会改变 有没有 有没有 无论是生是死 我总是主的人 几或不然 也不临其身 其实岳伯基 一个最重要的信息 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那么多各样的灾难 无论你是基地图 或是非基地图 都会面对天灾人祸 在武汉 我也收到信息 我在基地图 真的是做中标了 也有死去的 所以我们要如何去面对苦难 面对死亡 能够真的是 在各样的苦难当中 我们都能够像岳伯一样 可以双考 赏赐的是野华 收取的是野华 野华是应当成颂的 所以岳伯基太重要了 所以首先我们从这个背景里面 看到 这个 岳伯受苦的 这个 重要的原因 当然也是神所准许的 透过 这样的一个岳伯被施恋 他能够见证 神是事 撒但不是 神得胜 得荣耀 各种蒙羞败退 所以 撒但的通告 没有成立 真的爱神的人 他们 站立得住 反而在一切的苦难当中 他们还能够荣耀神 能够见证神 没有任何的怨言 所以 我在纽约 末会的时候 就问教会的一个同工 他为什么要信耶稣 他说 他信耶稣 很奇妙 其实很多人在传国福音 他就是不信 他是个工程师 大头脑 他说 王牧师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信耶稣 我在纽约 他的太太是这个同工 他说在纽约 他太太带着他去医院 看望一个老姐妹 这个姐妹呢 从台湾来 癌症末期 他以为他要去看望这个病人 会带他安慰 这个没想到这个姐妹呢 需要在癌症末期 在麻痹疼痛止痛当中 结果这个姐妹 非常的平安 而且讲很多话 安慰鼓励 这个弟兄 还劝他要信耶稣 你知道这个姐妹是谁啊 是我在台大读书 我去外文系 修圣经神学的老师 陆圣希 哎呀 是我的老师啊 我当年读电机系 唯一的一个电机学生 跑到外文系去读圣经神学 圣经文学 陆老师 滑了一讲名字 我说我知道他 他是我的老师 他说他是因为他在苦难当中 在病危当中 看到他的那种平安 他的爱心 他对人的关怀 他说除非有神啊 否则不可能有一个人 在癌症末期 那么疼痛当中 还那么的平安 那么的安稳 没有任何的埋怨 没有任何的怨天尤人 他说他从他的生命当中 在他的病情当中 看到什么 看到神 所以他行 他说 假如没有神 不可能的 所以感谢神了 约伯 他经过一切的苦难 他 仍然 酸告 赏识的世界好 受虚的世界好 也要是一样称重的 所以约伯记让我们看到 我们如何真的需要 在一些苦难当中 如同耶稣所说的 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在我的里面有平安 我们能够 胜过这一切的苦难 成为神荣耀的见证 好 我们休息几分钟 马上回来